美女太幸运了 挖到一个大宝贝 她小心翼翼地放在餐桌上 想着可以成为富二代 思考了三天一夜后 终于决定把她打开 美女用膀胱一扫 妈妈咪呀 竟然是一只千年没洗的小手 还是活的 这把美女吓了一小跳 至少250的宝马X4顿感不妙 就连第六转的大风车 也瞬间呆住了 美女感觉到这东西不一般 接着小手又动了一下 女人颤抖地摘掉手套 紧张地咽了一口老痰 深吸一口气 把吸皮嫩肉的老手伸了过去 突然 女人的手被紧紧抓住 她害怕急了 她在桌上使劲挣脱 可没有任何作用 千年小手像吃了大力丸一样 只是轻轻一用力 诡异的手钻住她手掌 竟让她腾空而起 美女吓得大声呼救 可下一秒 随着黑手的不断用力 女人很快停止了叫声 身体抖动了几下后 翻出罕见的白内障 被小手掉挂在半空中 尬舞了两天 画面一转 两个啵啵啵啵来到现场 女人捂着受伤的右手 说出一个惊天秘密 天上吊个什么玩愣 男人以为发财了 赶紧从车上拿出 无外瓦的手电 结果让她大吃一斤 是一只活动的断手 这让她觉得很诡异 随后扔进坑里 瞄准她扑持连开几枪 美女目睹了这一切 男人也被怪手杀害 如今她又不到怪手 叫来两名啵啵啵啵处理 不可一世的老王走到跟前 用脚踢了下罐子 美女大喊 快住脚必须用手 不然马上磊合发 吓得老王大气不敢喘 这玩意儿太恐怖了 随后叫来各路专家 尝试着把怪手倒出来 可不管怎么摇晃 仅仅倒出来99粒里土 下一秒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手 有那么邪乎吗 黑哥想感受下 他就多看了一眼 这只从没洗过的手 下一秒 他就不受控制的 把吸体嫩肉的小手 伸向诡异的黑手 随后两只手 完美的紧扣在一起 突然怪手一用力 妈妈咪咪 黑哥大喊真疼 牙鸡倒地 两眼瞬间摆那张 身体有节奏的抖动 晕了过去 等再次醒来 像老年痴呆一样 大脑一片空白 老王吓得想一把敲拍死怪手 却被其他专家拦住 随后他们接到消息 发现怪手的主人 他就是可爱的食人魔 怪手的主人 吓得熊孩子呆住了 食人魔露出尖锐的小白牙 让孩子们先跑 拿出9块9的大宝剑 哭吃一下 把两人穿成五毛钱的肉串 潇洒离去 随后波波勒赶来 用A4瞄准车胎 BioBio随即可弹反弹回来 老王不信邪 试试左边 可还是一样没用 随后前车放入炸弹 波波勒猛踩油门 侥幸躲开 可炸弹像长了眼睛一样 又向他们冲过来 关键时刻 老王哭吃一枪 打中炸弹 另一个波波勒看着火电炮 从对面时来 他不顾黑歌相劝 开始疯狂射击 结果食人魔坐驾 毫发无损 子弹全都弹了回来 波波勒被打成了筛子 随后又扔出一枚炸弹 随着一声爆炸 小汽车被气浪推出两里来地 随后食人魔追来 老王向他射击 却被衣服头弹开 随后打中食人魔的帽子 这样他乱了发型 瞬间激怒了食人魔 拿出飞镖 轻轻引用力 飞镖以每秒200麦的马力 把老王干翻在地步说 枪口也劈成两半 食人魔开心的要收割老王 危急时刻 黑哥的火箭炮却卡住了 无奈食人魔只能在半空 等待了两天一夜 在导演的安排下 终于启动了火箭炮 时间留下的黑手 把他撕得稀巴烂 对电撕吼 20年后我还会回来的 影片精心食人足 是一部恐怖悬疑片 我看完了 倒觉得有点像黑色幽默剧 食人魔名字恐怖 却没见吃一个人 倒是这个改装车 比食人魔都厉害 不知道这车哪里有卖的 感谢观众蛋蛋 下期见 拜拜